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的电话也就没有接 因为你弄下去那就不叫休病假 还是上班 对吧 所以就要请他们原谅 非常感谢他们 因为你知道这个人 我跟你说 你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 打开一个新世界 你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 你才觉得电视机的声音太吵 你才知道凤凰卫视空气不好 那家伙就没法存在 你身体好点的时候 你觉得你能在这喘气 你身体特虚弱的时候 你觉得香港凤凰总部 这简直就是不行 你得到外面空旷地方去 不是 我首要的要感谢的 是咱们的这个道兄 梁文道兄 你看关键时刻 我要说枪杆三人行 幸亏有他 在我倒下的时候 人家梁文道挺身而出 顶了我这么多集节目 充分体现了这个 我佛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精神 对吧 真是要这个感谢文道 说实在我真希望 就一直这样下去算 他一坐到你这个位置上 就变了 我那天节目来说的 就是说屁股决定脑袋 没错 他第一呢 他张伯芝的情史 就背得出来了 第二啊 休息时间就老提醒我们 这个不能说 平常那些事情都是他干 这活都是他干的 这个要注意分寸 这文道来提醒我 你想这世界是怎么回事 我也要发表一下我的感言 那个他生病的那段时间 我刚好不在内地 我在欧洲 然后每天就风花雪月 过日子的时候呢 就我在微博上面 不断地有网友说 光伯你别玩了 你快回去 去看看文涛到底怎么了 我现在想 哼 这 他在我心目中 自己像一个巨人一样 他能怎么着 后来就有网友说 他生病了 我现在想 他不知道想了什么招 自己可能肯定跑到哪里玩 我从我满脑子 就从来没有想到说 我心目中的小巨人 真的生病了 过去记录不太好 是吧 也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病假真是 他一休真上瘾 是吧 不不文涛也可怜 你仔细想想他 他那么十几年来 就那个休息了一个月 风雨无阻 没错 就那个十几年来 中间大概也停过 有几天的那种 短暂的停吧 以前放假什么 就是这一个月 是他十几年来 所以他平常说 我不考虑节目说什么 很简单 因为他每天逼着 他都在讲过 我怎么对付眼前的事情 不像说你有个什么长远 你有一个设想 你有个信念 他没时间再考虑这个东西 就跟一天三餐一样 对 然后徐老师还给我报信 说这个 你知道吗 美国的那个网站说 你被封杀了 你看我什么觉 我当时 徐老师我在电话里 我说这是美帝国主义的谣言 你知道吗 美帝国主义 我说怎么可能呢 党和人民对我一向是宽大的 对吗 从来给出炉 这么 所以我回来第一件事情 就跟避风打电话 问他 文涛真的生病了吗 我说真的生病了 后来我就满心的歉疚 所以上次我一见到他的时候 我赶快先给他了个温暖的拥抱 我认识他十几年第一次 真的觉得 因为网友讲的 好像你再不回来 你就见不到文涛那个感觉 真的这么严重 是啊 有这么严重吗 年纪轻轻得了不治之症 这个就是 我跟你说 你今天不好好珍惜我 以后就没机会唾弃我了 这个是香港医生说的 香港医生说 你这次很侥幸啊 是吗 没有死成啊 他说我没有死成 跟我一样 我那时候的香港医生就跟我讲 他就管的话 北斗给韦雷了 已经给你机会了 就是说 就意思说你已经逃过这个 你再不那个 反正他们话说的挺重的 就是说啊 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啊 这个我并没有暴露狂 但是这个我呀 有一个毛病 就是说我一得什么病啊 我就总觉得广大群众都该得什么病 就是说你们都该关心 都可能得这种病 对 所以呢我讲这个 我讲这个对我没有好处的 你知道吗 第一保险公司 以后就不给我保了 我心脏病 对吗 我公开这个对我没个人没有好处 第二个我可能会丧失 可能有的厌遇的这个机会 为什么 比如说有些这个美好的女性 她可能想着什么时候 跟我欢好一回 一听说你得心脏病 她害怕啊 你要马上疯呢 你把她一个人扔在床上 她没法处理 但是那些小谋财害命的 应该就很快来找你 对 对他们觉得有机会 但是呢 我跟你说 确实是这个问题啊 很严重 很严重 你看啊 我给大家看看一些资料啊 心脑血管疾病 已经成为危害我国国民健康第一杀手 目前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已经超过2.7亿人 每年新发这个脑足中和心肌梗死的200万50万 每10个成年人就有两个患这个心血管病 某某某某某 就是现在啊 你知道吗 什么叫心血管啊 这个人的身体啊 你就说太精密了 你的这个心脏上有这么一个 什么叫冠状血管吧 像个帽子一样 下来出来三个 有点像一人身 我看那个吧 两三毫米啊 这毫米 一个圆珠笔的笔芯这样出戏 他们这么细的一个血管 就决定了你的命 你啊 一赌 你就完了 一赌你就完了 所以我这次啊 真的是学了很多这个知识 这方面徐老师也成专家了 我是真是不行 我这想想很荒唐 我的知识结构大有问题 我你想 节目也十来年了吧 什么东西都聊 也假装 我说实在话 不懂也装懂 什么样的事情都谈 可是我对自己的心脏不知道 不知道心脏里 就不知道心脏的结构啊 不知道心脏里面血管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 突然有一天人家告诉你 哎 这里边出了问题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 有时候真的非常荒唐 后来我发现 我这个是从小的一个问题 我从小就有这么一个 我我我 我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心脏不好以后 有出版社约我写 写自己的事情嘛 我一直不写 哎这次我终于写了 我就写了十几万字的 关于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些事情 回忆录嘛 也不能说回忆录 回忆录是比较伟大的人 我我我我这个写完以后 我是这样说的嘛 我上次都说过了嘛 说这回首往事感到羞愧啊 这个啊 就这个想起过去的事情 就碌碌无为啊什么 然后废铁是这样练成的等等就这样 但我想到自己的一个细节 大概我在十岁出头的时候 那时候南京路啊 上海的南京路改路名 满街都是路在扫四旧 比方说像你这样的美女吧 走到街上吧 就有人拿一酒瓶 拿个啤酒瓶 往你的裤脚馆塞 要塞不进去呢 那个就叫小裤脚馆 当众拿一剪刀 刷这么剪上去 周围群众一片欢呼 我的十来岁也非常高兴地在那里看 然后呢 那个路呢 要改成一个叫东方红 一个叫武萨大道 一个叫毛泽东路 武萨大道是因为有道理嘛 顾正红吧 南京路这个帝国主义枪杀工人 毛泽东路当然也有道理 当时这位大 我那个这个时候就在这个路中间 想到底是哪个名字好 我想了很久 后来我终于发现没有人问我 没有网络投票 没有人问我 根本没有一个人来问我 到底应该改什么名字 这个印象 这个画面就变成了一个象征新闻 我后来我觉得一生我常犯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我去想很多很大的事情 其实没有人要我 没有人看我想什么 以至于我耽误了自己心脏的毛病 哎呦 这是我就跟你说 不能再用心了 这个像徐老师这一下就想到了 这个回首前程往事的都到这程度了 我也是啊 我这个人家香港这个医院呢 他特别负责任 有事啊往众里说 不跟你往轻里说 而且这种家伙事我一去 轮椅就推过来了 我就坐着轮椅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说轮椅还不够 躺床上躺床上 然后推着 推着走 然后我就看着那个电影镜头啊 那个灯啊 哗 过去 然后门打开 合上 打开 合上 电影里面 没错 我觉得我就要去 就是我送你的那次啊 对啊 对啊 就是那次 就那次啊 那次他是不太好 一听说准备要讲张博之 他就不行 没事 然后我就看着 我就我就想到了死的可能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 我觉得那个时候啊 我觉得好像是四十几岁 年轻了点啊 但是呢 我觉得还行 我得到一个难得的体会 我就这么想啊 我说我这辈子啊 虽然说是短吧 但比她们玩的很啊 是吧 就是说吃的玩的 对吧 好看的女的吧 咱这不多 也睡过几个 是吗 比导演不如 对吧 但是比教授还行 开玩笑 开玩笑 强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病啊 我就跟你讲啊 我学我学会了一个知识 为什么我现在跟医院呢 包括我们家里人的事 就是心脑血管 现在这个问题啊 太大了 你比如说 我在香港 香港人给你看病 像香港医生说的 那就是愁云惨物啊 但是我发现北京医生啊 普遍乐观 因为他见的多 说你这个没见到 这见的太多了 什么什么的 而且我那天碰一北京医生 这专家 我估计正是在七一附近呢 大概是看红色经典题材 影视剧较多啊 跟我一聊 我说这个香港医生跟我说啊 说这个很严重啊 说这个这个不能抽烟呢 或者是怎么怎么 一定要戒烟 然后他说 我跟你说啊 毛主席说了 医生的话不能不挺 也不能全停 我说你不就是医生 不是啊 说那个那个这个 这个58年大跃进的时候啊 那时候抽烟的人多啊 可是怎么没没没 没这么多冠心病呢 还是饮食问题 你知道吗 一个医生有一个侧重 你像香港这个医生啊 现在你看我 我胖了大概有20% 这是很准确的 香港医生就说 一说因为我去年就找他看过 我一找这香港医生 香港医生不跟你聊别的 抽烟吧 抽烟吧 没有谁呢 没有谁呢 你们听我 就你不听我的 你不听我的 后来我说 我说这个事情是不是跟这个工作压力大有关系啊 是啊 你工作压力大 所以你抽烟呢 你抽烟你就心脏病啊 我说 是不是跟情绪有关系啊 他对啊 你情绪不好 你就多抽烟呢 你就得这个病啊 他全 什么都会接到烟 全抽烟 就是 反正啊 这个这个抽烟会刺激这个心血管 微血管 微血管 收缩 对 你知道吗 所谓这个冠心病啊 这个说人据说从一出生开始或者说从五岁开始你的血管就展开了一个漫长的硬化过程 一直到最终他被种种的比如血小板的垃圾或者说是脂肪堆积或者说是种种东西彻底塞住 你算到这他就是这么一个一个过程 如果你堵了百分之五十大于等于百分之五十啊这个就诊断为冠心病我呢堵的没有这么多所以这个这个所以你不算你就硬往上揍对对对对就是说香港医生文道说这个文涛就是心病哎心病这么说你看冤枉我了冤枉了那那个香港医生说说你这个基本是就可诊断为冠心病因为你有一个叫做心脏事件你知道很多我这个岁数的男的那那个香港医生说说你这个基本是就可诊断为冠心病 会有一次就就有点要虚脱或胸闷这都有可能有可能啊如果你是心脏有问题有可能叫做一次心脏事件那这个呢哎我得这么说吧算一只脚踩进这个门口了那心脚痛呢哎就是典型症状心脚痛不一定是痛你可能是这个心脏呢因为没有痛觉神经所以心脏的痛呢它会反射在胸口的一大片所以它是隐隐的 慢慢的这种痛上海的人呢他们形容一个人心理不舒畅就我们现在讲郁闷啊上海以前啊这个我现在不知道流行不行以前工人常说一句话叫胸闷 胸闷这个胸闷不是讲真的胸闷啊就是讲你这个事情不顺利啊就说就说胸闷啊结果现在发现这个胸闷也可以是一个实际的情况 对就是说一旦你看到你你自己觉得自己这个整个胸闷的话哎这个有可能多种原因 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可能你的心脏有问题这个这是一个这个有一个电影我印象特别深我在去年生病前刚看叫哈奇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就是讲一个Richard Gill演的Richard Gill他老朋友老朋友 他们一起演过电影一起演过电影对对对 改编日本的改编日本的电影讲一只狗这个狗嘛这个什么忠于他但其中一个细节Richard Gill演个教授嘛就去上课们那个狗就送他到车站嘛然后他在课堂上 他很潇洒嘛跟我一样在走来走去讲话然后就突然就砰一下倒下了就是他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就倒下我在课堂上啊我动完手术以后我就跟同学们说了我看那同学坐前面我坐前排的同学你们有个责任啊我这个钱包里有这个硝酸感油啊哈奇看过没有要是我像Richard Gill这样你们得帮帮我救我一下啊听完以后你知道什么呀 前排同学纷纷纷纷往后面这帮学生真是白教了是太炎凉啊是太炎凉啊全往后移啊但是你看这都我都觉得啊这个事啊这是应该提起注意你看我现在一些我现在每天就是这个吃康厌菜啊你知道吗照着孙悟空的食谱来吃啊就是就是哎然后哎我觉得这也好健康人生哎而且呢你看这个医院里的医生就给你讲了 他说现在到我们医院的中风的脑栓塞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说这是现代社会真像那个北京大夫说的当年大跃进的时候有饿死人的但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可没有这么多现在为什么这么样的多跟工作压力啊跟什么当然情绪什么是有关系啊饮食结构改变太大了饮食结构改变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这就说到中国足球的问题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青少年为什么不提足球场地也不够或者条件也不够而且现在你现在医生都给我讲这个病啊你想过去农民为什么吃康厌菜但却很少得心血管的这个病呢他劳动了他运动今天的都市人说一般大陆你看很多城市啊有钱人可以打高尔夫普通老百姓你想想看他上哪去活动他到马路上散步都废土洋尘的你知道吗 美国呢这一类的冠心病的死亡率是第一位中国是肺那个癌症是第一位所以美国这方面的这个比例高得多就是跟他们的饮食有关所以我上次不是说了吗三句话吗或是说出来的病是吃出来的还有一个烦恼是比出来的对对对这三句话真是吃出来的你医生跟你讲的都是一些最普通东西就是说你不要吃油炸 他说的不应该吃的东西我一看全是我平常的爱好我虽然不抽烟但是我在吃这个方面我一直太不注意了太不注意了广美就是听广美现在啊是两个心脏病人的心理医生对那个马家辉也赌50%到70%所以那天说不就心脏三人心但是薛老师想说哎现在只有广美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觉得 你放心这类的病男性比例远高于男性那我也要这样讲就是我觉得我中期一生就是从我开始懂事以来呢我觉得我一直很小心我的饮食结构其实我觉得你们做这集节目真的很好你知道吗因为心血管疾病他的那个年龄层越来越低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不注意我之前看了一篇报道他就写说现在国人摄取盐实在是超标的超标的超标可能已经列全世界第一的对 像美国现在就开始要在就是说要加强那个所有的那种食品里面的那个盐的那个份量要低因为他说每个人摄取的盐份高之后因为这都是慢性疾病他说你会增加政府很大的医疗开支所以这个是一个全民运动大家要意识到说你是不是每天你的盐的摄取量太高你的油脂的摄取量太高因为心脏病都是因为三高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有一样啊这个所有西医啊讲话偏实他们虽然也说什么情绪啊压力啊但他侧重于就是饮食结构或者是什么吸烟什么的中医呢中医我还没看中医但是我就说啊所有不是医生的得心脏病的人都跟我说他们发病是在他们一生中工作压力最大的时候或者说精神压力最大的时候这个东西你看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减压呀就是说你什么哎我觉得这个对人是个很大的好处啊就是说不要让他再侵害你的心脏你的心房你知道吗不管什么事你比如说我现在觉得你国家对吧烦我我允许你烦到这公司你烦我我允许你烦到这朋友我允许你到这女人到这行了吗到这就不行了 谁也不能允许你们再侵害我的心把你们放在我的心里不可能必须得这样勉励自己你比如说昨天这不最近这个陈南青老师做我们节节目又给人骂吗哎呀我就回家路上我又在想我说这个就连累人家我这是怎么给人家解决解决突然我这个心脏晃悠了一下我马上就骂起自己来了我说傻叉傻叉还想呢心脏病了这破事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想了嗯 上次我见到他回来我见到他我就跟他讲我觉得文涛是一个太纠结的人他不我说你可不可以奔放一点过日子他老什么事情就是在那儿琢磨琢磨琢磨关他的事他也琢磨不关他的事他也琢磨我前半生啊一直奔放来着现在是承受前半生的后果有有有数据统计就是说当股票突然升跟突然跌的那些日子冠心病发作的比例就统计数 数字哈就比平常高很多就心肌梗塞不管是突然生还是突然跌而且你就说明这个突然的消息不管是喜事是而且你知道这个概念我估计很多人你没想象到你会死于什么哎这个血管里啊有一些斑块脂肪堆积突然掉下来他谁知道有一天蹭蹭蹭运行到你的大脑就是中风啊脑栓塞啊脑栓塞哗一下一个脑的面积就坏死了坏死了 你可能失去记忆你可能不会说话了然后你偏你偏瘫了然后哎呀讲的太可怕了所以我是觉得我是倒过来看了我是觉得在致命的病里边心脏病是一种比较爽快比较好的因为因为你相对于比方说中风那中风很可能是就瘫在床上很多年连累家人自己也痛苦还有生癌癌就是会死得很难看对不对 他在最后这一段时间更不要讲艾滋病对不对还弄来形状难看还被人背上道德的什么什么心脏病快啊哈起那个Richard给我蹦一下这个快啊没有痛苦啊你看人多乐观啊是吗这态度上就决定一切了生死在这个时代总是这样只是一个感慨好像人生真是短的所以你看这个赛峰施马 胭脆非福呢这个病啊真是打开一个新世界真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防患于未然最重要对这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健康人生从此开始总共涅含用我重生